在前面我们已经完成了VG的缩小和扩大吧 下面呢我们来一个LV的扩容 注意LV扩容不建议大家去缩小 因为其风险是巨大的 LV呢我们建议就是扩容就可以了 刚才我们看到 刚才我们看到整个这个分区是不是已经马上要耗尽空间了 LV怎么办扩容吧 扩容得先看它是属于哪个VG 它VG有没有空间 有VG没空间 请回到上一步去扩什么 VG我们在这儿了 我们就都是假如说VG已经有空间被扩了 那怎么扩容呢 非常简单 各位看这里的帮助 LV extend 杠L800兆和加L800兆 你们告诉我什么区别 800兆就是到800兆 一共800兆 加800兆是什么 再加上800兆 没有吗 如果说你算数不好的话呢 你就不要写加多少兆了 你就写最终多少兆是不是可以了 你期望值是可以 那么还有下面这个是什么意思 最终到多少 最终到15个L1 或者再加上15个L1 那你懂吗各位 加速个L1 好 那怎么着 LV extend 杠L 现在是多少兆 现在是不是100兆 LV extend 杠L 我要到 201兆可以吗 你们感觉 对哪个 对第一V下的 DETAVG下的LV1 我问得清楚 201兆肯定不可以的 因为至少是 所以这个命令 语法上没有错 它自动给你扩大到204兆 因为这很正常 一共用了51个物理扩展 听见了吗 这个很正常 二号呢 二号怎么扩呢 想扩的话呢 二号给他好吧 LV extend 的杠L加上200兆 有空间是吧 好 然后是 第一V下的什么 DETAVG下的LV2 Yes 是不是 75个扩展 好 现在我想说的是 两个LV已经扩大了 但是 光这样做还不够 你要看到的是 没扩大 注意到了吗 是不是注意到了 所以我们这里呢 有在扩容的时候 你看有两步 注意到了吗 一步是LV的扩容 我们分别对LV1和LV2 都进行扩容好吧 然后第二步呢 是什么 FS什么意思 文件系统 叫FileSystem 的扩容 好 我知道好多人不理解这个 文件系统是什么概念 文件系统是在哪 哪创造的 哪创建的 是不是在我们的分区 或在逻辑券上创建的 好 我下面举一个例子 你就懂了 听好了 大家把我们现在的这个房间 空间想要成逻辑券 一起啊 来 大家把我们这个房间的空间 想要成逻辑券 能不能 这大小 而且记住 我们这个房间不是基本分区 是什么 逻辑券 这一扇墙 是可以往那边推的 明白 就是我身后的这扇墙 是可以往前再推进的 当然能推多远呢 取决于这个楼有多宽 这取决于危机有多大 是不是 取决于那边有没有人 没有人的话 我们可以往那边推高10米20米 是不是都可以 不是 你再听没有 这个房间空间相当于什么 逻辑券 然后你们这个桌子椅子呢 格收好了这个桌子椅子 这个空间相当于什么 文件系统 然后呢 你们相当于什么 数据 再说一遍 房间的空间是什么 逻辑券 然后桌子椅子 这个小格子是什么 文件系统 然后呢 你们是数据 我想说的是 现在学生太多了 空间不够了 是不是 这意思 那你们要怎么做 先告诉我 先把 先把这个墙 往那边 推个 5米 那这是扩的是谁 现在扩的是逻辑券 那然后就可以做人了吗 不可以吧 然后是不是再增加若干把桌子椅子和凳子 这叫扩什么 扩文件系统 然后才可以做人 知道吗 扩逻辑券 不行 因为我们最终数据是放在文件系统上面的 扩逻辑券相当于只是把这个墙往后推到5米 是不是还要再摆一些 和你们这个和咱们教室同样大小的桌子椅子 这是扩什么 文件系统 没有吗 刚才往那边推5米 仅仅是扩逻辑券 然后呢 这个扩文件系统不扩的话 一样 放不了数据 懂不懂明白 所以我们要做几步 两步 一推墙 第二步 把增加桌子椅子 明白吗 我们刚才完成的是什么工作 推墙 往那边推吧 这个墙是活动的 如果是基本分区的话 这个墙是什么 死的 推不动 逻辑券呢 往那边推可以 好 现在我们来推什么 扩文件系统 扩文件系统 这个时候得讲究了 为什么 这教室里的桌子椅子 如果是这种形状的 那我们是不是就摆这种桌子椅子 那如果教室里面是圆桌子呢 原来是圆桌子呢 那么你是不是要摆的是圆桌子 所以我想说的是扩逻辑卷 就是推墙嘛 往那边推 这个行为是不是都是一样 但是扩文件系统 这个就不一样了 为什么 得看 它原来是哪种文件系统 明白 好 你们给我看清楚 各位 现在呢 我们DF-TH LV1 是什么文件系统 相当于这个桌子是方桌子 而LV2是什么 圆桌子 那就请你使用不同的桌子扩栏 明白吗 所以请大家仔细观察 如果是XFS 用到的是XFS GrooFS Groo单词拉升的意思 拉升拉长 如果说是T2T3T4用的一个命令 Resize to FS 冷门听懂 逻辑卷扩展是一样的 但是什么 扩文件系统 我刚刚讲过 原来是方桌子 请摆什么 方桌子 原来是那个教室是圆桌子 请摆什么 圆桌子 这个时候你得看了 怎么看 这个是 这个LV1是哪种文件系统 第四 用Resize to FS DV下的 DataVG下的什么LV1 好 那我问一下 是Quad把文件系统调整成200兆呢 还是成300兆呢 就是你的鞋有多大 我的脚就有多大 你推了 推到5米 那我就放什么 再放5米多的桌子椅子 你推到什么 你推到10米 当理论上讲 你推到10米 我可以放什么 只放5米的桌子椅子 懂得懂吗 但是话说来了 既然推到10米那么远 是不是应该放 放满呀 如果说你后面不加大小 就是自动调整 放满 看到了吗 好 同样 我们使用XFS 干什么 Grow FS 对DV下的什么 DataVG下的LV2 进行扩容 好 一切都结束了 然后再次回到我们的文件系统层面 看到都变大了 是不是这样子 各位 看明白了吗 所以我想说的是 扩容这个行为 其实很简单 只要你知道 逻辑卷扩容 这个没关系 都是推墙 无论那个教室里面 摆的是圆桌子 还是方桌子 扩逻辑卷是不是都推墙 单单推墙 这个行为是不够的 为什么 还要扩文件系统 就是再多增加桌子椅子 这个时候 你得看 圆教室里面 到底摆的是方桌子 还是什么 还是这个圆桌子 明白吗 如果是方桌子的话 你使用这个命令扩 如果是圆桌子的话 你使用这个命令扩 能听懂吗 所以记住 扩逻辑卷 两步 那两步 一扩逻辑卷 第二扩文件系统 你如果只是扩了逻辑卷 没有扩文件系统 是没有任何用处的吧 就是你还是做不了更多的人吧 明白吗 好 这就是我们逻辑卷的一个基本的操作 包括我们讲了三个 三个点 一个是什么 怎么创建逻辑卷 一个是VG的缩小扩大 你请大家知道它的背后的实际意义哦 一个是逻辑卷的扩容 其实逻辑卷扩容最后还要扩什么 文件系统 不然的话 这个扩容是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的 能听懂吗 好 这就是我们逻辑卷的基本管理 而这一切一切的 无论是在线扩容 还是数据迁移 都是在线的 是不是在线的 是在线扩容